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数据需要公布 我们来看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 从今天公布的是一个有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我们称之为CPI的数据 这个数据我们发现今天公布的上个月的 也就是今天是8月份 8月中旬公布的7月份的这个数据是1.4 这个1.4是比预期比上个月都要略有下降的 上个月是1.5 这是公布的CPI的数据 另外公布的有关PPI的数据 这两个数据我们等一下要详细跟大家介绍 PPI的数据还是5.5 前面两个月都是5.5 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数据 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指数没怎么动 但是相应的板块的动作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板块的动作 从板块的角度来讲今天还是那些周期内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异动 比方说今天涨幅第一的是煤炭 涨幅第一的是煤炭 涨幅第四的行业板块是有色 第五的是钢铁 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出一个明确的观点是这个阶段 似乎选板块选个股似乎变得有些简单 什么叫有些简单呢 你只要看期货市场上面 还记得我们周一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吗 看期货市场的价格 期货市场这些商品的价格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大概什么板块会动 我们来看看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中间的一个表现的变动 我们可以通过扩展市场行情 你点一下就可以拉到国内期货指数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钢铁板块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而且这些板块我们知道 它是九点钟就开始交易的 在你的股票交易之前 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板块可能今天表现不错 所以钢铁板块 钢铁的指数 钢铁的指数 它的收盘创下了近期的新高 所以今天钢铁板块动 理由非常明确 理由非常明确 就是因为钢铁板块 钢铁的现货期货的指数动了 另外钢铁板块我们还跟大家介绍过 你只要看罗文钢的指数 罗文钢指数动了 那么钢铁板块 股票里面的钢铁板块就有相应的动作 这个就是罗文钢的指数 今天罗文钢的变动 也是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收盘的新高 另外我们看到 煤炭板块今天也动了 那么事前我们可以知道吗 事先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胶煤指数创新高 从胶炭指数创新高 你就可以知道 胶煤胶炭创新高了 这些商品创新高 那么对相对股票上里面的 相应的上市公司 煤炭板块 它未来的业绩 就有一个正面的预期和期待 还记得我们周一的时候 曾经跟大家讲过 这个地方橡胶也有启动的迹象 提示大家关注的 还记得吗 周一的时候也是跟阳线 昨天周二调整了一下 今天再创新高 相应的橡胶的板块 今天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事实上我们前个阶段 关注的是什么呢 关注的是周期类板块 我们原来关注的周期类板块 主要局限于一些工业品 煤炭 钢铁 有色 我们称之为这是老周期板块 还有没有新周期板块呢 刚才我们说的PPI指数 CPI指数 我们突然发现 今天公布的7月份的CPI指数 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发现下一个月 公布的8月份的CPI指数 有可能会上来 有没有发现 这个特点 从今天的这个CPI的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公布的这个CPI指数 似乎还是比较低的 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公布的1.4对应的是 去年的1.8 下个月呢 要对应去年8月份的1.3的增幅 市场已经开始提前反应了 股票市场炒的是未来 炒的是预期 我们今天开始 已经开始对这个1.3 去年的1.3开始反应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下个月公布的8月份的CPI 将会大幅度的上涨 会超过1.4 也会超过1.5 因为去年的8月份的基数 是比较低的 市场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们来看看市场是如何反应的 今天市场 除了煤炭有色板块 涨幅居前之外 我们突然发现在 其他的板块指数中间 我们突然发现 食品饮料涨幅居前 酿酒涨幅上来了 家用电器涨幅上来了 这个CPI和PPI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开始体现在股票市场上面 市场有理由相信 PPI的持续上涨 工业产成品的上涨 最终会引导到消费品的上涨 这个逻辑 按照原来的周期波动的理论 是存在的 所以接下来 会不会食品饮料 发生上涨的情况呢 会不会家用电器会发生上涨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都知道 这种家用电器里面 空调 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什么 是铜 大量的铜管在里面 你现在铜涨价了 过个阶段 空调也要涨价 因为你不涨价 我成本涨价了 我不涨价 我可能会产生亏损啊 现在空调的利润并不是很高 原材料涨价 我是不是空调也要涨价 冰箱也要涨价 这个逻辑是否存在呢 按照以前的 按照以前的一种 周期变动的逻辑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认为的周期类板块 只是局限于 局限于煤炭 有色钢铁 我们称之为老周期板块 现在突然出现了新周期板块 也就是原来的板块 是PPI的板块 涨价的板块 现在会延伸到 CPI的涨价的板块 包括这个阶段 鸡蛋一直在涨价 注意到了吗 猪肉也可以涨价了 这些家用电器会不会 未来也会涨价啊 事实上 在期货的交易品种中间 鸡蛋涨价 我们收益的时候 也跟大家介绍过 要密切关注 相应的 牧鱼板块 农林牧鱼里面的 农业板块 未来它会不会也会出现涨价呢 我们知道 今天公布的CPI里面 涨价的大头 在消费品里面 主要是猪肉和一些蔬菜 蔬菜为什么要涨价 因为现在的蔬菜都是大棚的 养殖的这种大棚式的蔬菜 它上面要盖一层塑料的薄膜 这种塑料的薄膜如果涨价的话 当然它的蔬菜也要涨价 因为它的成本提高了 而这个大棚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塑料的产品 就是MDI 就是DTI 这种化工产品的涨价 会导致农产品的涨价 这个引导的关系 值得大家密切的关注 我们还是这样一个 基本的观点是 老的PPI的板块 涨价的板块 继续在上涨 新的CPI的板块 消费品的涨价 会不会卷土重来呢 值得我们密切的关注 这个阶段 我们做股票 似乎变得比较简单 你只要关注 期货市场上面 涨价板块的一些价格的变动 就可以指导我们 在现货市场上面 股票市场上面 选择个股的板块 还是非常明确的 只要这些期货市场价格的趋势 没有改变的话 也不能轻易说 钢铁煤炭有色 就已经到顶了 当然这个阶段 我们也注意到相关的行业 钢铁行业 煤炭行业 有色行业 甚至更高的管理层 已经注意到了涨价的情况 已经在调查这些涨价的情况 是不是合理 但是对我们事实上 在我们这个交易的体系过程中间 我们更关注的是 现货市场 期货市场的涨价 有没有结束 如果那边没有结束的话 我们这边选择板块 选择个股的方向 还是非常明确的 好的 有关今天的视频交易情况 以及消息面的情况 我们进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编辑 给我们汇总的具体的内容 今日市场延续50走弱 创指上行的风格 上阵50走势萎靡 全天维持震荡走弱态势 最终收跌0.56% 创业板值明显抗跌 早盘一度冲高 随后震荡回调 收盘微涨0.04% 宏观方面 7月份CPI同比增长1.4% 略低于预期级上个月的1.5% 该数据连续第四个月 处一时代 7月PPI同比增长5.5% 低于预期的5.6% 同上月数据持平 市场方面 目前共有75家创业板公司 披露了半年报 其中有63家公司净利润 实现同比增长 占比为84% 更有12家公司 增幅超过100% 其中有多支个股 受到证金与汇金的增值 板块方面 近期环保题材迎来爆发 中央环保督查的全面启动 以及钢铁有色等行业 去产能的持续推进 使得周期板块 与环保板块个股持续大涨 在钢铁 煤炭 有色板块个股大涨之后 稀土 化工及环保板块 出现了明显的跟进态势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把今天来到 演播市现场的几位嘉宾 介绍给大家 在我右手边的是 周小刚 慕维华 和我们今天的平衡人员 老王 王之锋 首先跟小刚讨论一下 整个上升指数在这边 冲锅回落 短期有个震荡的走势 创业板也从底部翻上来了 对这些分类指数的 一个未来的节奏怎么看 我是这样看的 麻烦老杨帮我切到 户指的周线 观点还是延续上周的观点 没有变 户指应该说3305点 它这里正好是 这次从3016点上来 走了四三周 因为户指从2638以来 它最长的一次时间周期 就是去年的2780点 涨到3140点 这个时间段也是13周 它的指数的涨幅是12.94% 那么我认为上周我就提出了 它处在一个敏感的时间倡口 所以我认为3305点 就是一个短期的高点 那么从本周来看 应该说还是验证了 那么我的观点没有变 我认为本周和下周 户指是不会冲过3305点了 但是我的观点还是 就是延续上周 只要在3到5周的 调整的时间段里面 在这个周线的 红盘的时间段里面 它的指数的低点 我认为不会跌破3180点 我认为这次户指会选择一次 强势调整的周线形态 然后继续往 在调整完毕以后 继续往上涨 高度到时候再看 这是对户指的观点 那么从其他两个指数 比如说中文500和 创业盘指数来看 中正500上就我提出观点 它将回踩半年线 那么麻烦老杨帮忙切倒 对 那么实际上中正500它的日线 正好它这次也是回踩了一次半年线 回踩了半年线 那么回踩半年线以后呢 今天应该说是第一次站上的年线 那么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如果能够连续站稳年线以后 我认为中正500指数的上行空间 将被再次打开 那么这个空间大概我测算一下 大概还能上涨将近200点 那当然前提先要占我年线啊 因为我认为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回踩年线的过程 那么大概还能上涨200点 我认为这是对中正500指数的观点 那么创业半指数我认为还是 它主要从这里启动的 一直是打了创业版里的两种股票 第一种是影响创业半指数的全种股 那第二种呢 就是正经公司在两季度有所争持的部分个股 但是我认为仅仅创业版 仅仅打这两种股票 很难是激活去创业版的人气 实际上在上周就是涨价概念的龙头 进入调整以后 就进入了它的日行级别的调整以后 实际上资金是试图切换的 第一个它试图进入雄安 也有试图进入那个航天军工板块 但是从今天来看 进入这两个板块以后 应该说它的延续性都不够 包括它也想做创业版 延续性都不够 尤其是创业版 创业版出现最核心的问题 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是从中正500指数见底以来 包括从创业版指数这段底以来 它没有一个新型产业板块能够领涨 因为上一次锂电子板块的领涨以后 创业版指数虽然反弹了 但是创业版指数后来又破了一次性低 跌到了1641点 包括又是一个我一直说的 就是深次性股板块 因为光光从百块指数说 深次性股板块是从去年11月份以来 板块指数里面最苦大 仇深了一个板块指数 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它这次在998点以来的反弹力度非常弱 它仅如一个交易日 站上了1048点 就前期的最低点 后面还是没有站上 就是现在还是在1048点以下的反弹 它离7月17号 这根大阴线的一半都没有收复 对7月17号有根大阴线 创业版指数是修复了 因为创业版指数修复 它是打了影响创业版指数的权重股 所以我的观点没有变 创业版这里我认为 不是还是不是操作的重点 操作重点在哪里 我个人观点是 一个是强周期 第二个是一些防御性的板块 这是我对指数的观点 强周期和防御性的板块 对对对对 因为强周期我上周说 它实际上部分个股出现了分化 或者说部分个股的筹码出现冲动 那么从本周 就上周三到本周三以来 我们看到了涨价概念的龙头 实际上它是回调的 金融内性级别回调 但是因为在一些 就是环保政策加码 就下半年勇往再次加码的影响下 化工啊 包括就是比如说 有色金属当中的稀土永� 这些个股它在龙头调整的时候 它就是又起到了担当 就是把整个板块提升能力的作用 所以应该说这次就是 涨价的它这种 我认为这种轮动效应 或者聚集资金的效应 还没有接受 在没有结束的情况下 我认为中正500指数 可能会在这三个 分类代表指数里面 它会接旦逊的表现得最强 好的 我们到了微华这边 微华跟我们讲讲 对各个分类指数的一个 运行节奏的把握 因为现在分类指数 表现得不一样 有些这个强一点 过段时间那个强一点 对的 我是这么看的 现在是结构性牛市 我认为不单单是结构性行情 是结构性牛市 那么结构性牛市的话 有两个主要的线索 主要的因素 第一个主要因素 就是上证50 我觉得目前看指数 只要看上证50就可以了 上证50 只要它那个多头走势不要坏 只要它不要起破坏作用 那么这个结构性的牛市就将延续 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上证50 上证50其实这两天走势不太好 特别是今天 把这根下过也有点跌破的迹象 能不能卷走 上证50是这样的 首先那个三十线还是向上的 对吧 那么第二个 虽然它现在好像有一个小的头部形态 但总体上这小的头部形态里面 其实成交量不大 它这么大的涨幅下来 这点成交量就想把上证50指数结束 不可能的 比如说它多头走势没坏 只要它多头走势没坏 那么我认为结构性牛市就将延续 我把它总结成一句话 就上证50不倒 结构性牛市就将继续下去 这是一个线索 那么第二个线索是这种行情 从煤炭有色钢铁 是因为涨价因素 涨价带来了那个基本面改善和业绩提升 昨天这些品种是歇火的 那昨天活跃的东西又是个涨价概念 农产品类的 所以市场到现在回去 这个逻辑没变过 这线索没变过 那么也就是说这两条结合在一块 我认为结构性牛市将延续 所以不用太过多的去纠结指数 那么好好选股票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龙头板块没倒 这部行情其实最近这段龙头板块 就煤炭有色钢铁 都是积累的板块 都是积累的 那么煤炭板块今天的走势来看 其实我觉得走出平台整理有效突破了 煤炭 那么有色板块的话 也是一个很强的多头走势中 没破坏掉 那么钢铁板块我保留 钢铁板块进阶段 持续在一个高位 放出很大的量 就巨量的在震荡 那么钢铁板块暂时保留一下 但至少你说的板块 有两个板块 还是依然是趋势向上的 那么龙头板块不倒 那么行情继续了 所以我觉得对现在的行情 我觉得比较乐观的 好好选对品种去参与就可以 但问题就是结构性的行情 这个非常重要 选择的个股也不行 结构性牛市 选错了就结构性熊市 对的 结构了就结构性熊市 对 如果不是风口的话 不是现在乐点的话 你买的股票 虽然指数好像看上去还不错 但照样会有困难 老汉来跟我们两位 老嘉宾的观点点评一下 好的 应该说跟他们接触不多 今天在一起做节目 我也认真听了一下 我发现他这两位 都是戴眼镜的 知识很渊博 号称我们谈古论记的最强大佬 之二 之一之二 所以他们讲的观点里面 我觉得有两点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大 第一个放大 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一个上阵武林 上阵武林 我觉得这块确实挺值得关键 因为这个地方上次调整 就像一个扩散的一个菱形 结果拉上去了 那么这次上阵武林 刚才老杨一画 其实画出了一个小小的头肩顶的形状 所以说这个低点是补冷坡的 今天它一直缺口没有回补 一直缺口没有回补 我们仔细给大家画一下 它的一个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这个位置是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颈线 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 就形成了一个头肩顶的状态 而且这个是不对称的头肩顶 这样的话杀伤力反而会更大 如果再拉起来再回敲 大家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上阵武林事实际上 短线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盘窗口的 要么向上 要么向下 必须要选择方向了 对 所以你昨天讲的是今天的关键点 其实今天跟明天都属于关键点 因为那个我们看上周二调到最高点之后的话 那么开始跌的时候 到今天正好是第五天 所以第五天到第八天 往往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时间窗口期 所以昨天我们在明日抢星报说 本周是变盘周 本周的交易过程中间有可能选择方向 没错 你这个讲的是非常对的 因为它最好是对应的前面7月17号的上涨 最好上涨13天 所以既然有了这个数据出现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数据做一个参考 另外小刚这边他讲到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可以再放大一下 就是他讲到的所谓的环保对涨价中期的影响 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明白 因为我在跟大家互动的时候 私下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就说环保 你讲环保利好 为什么不涨环保呢 还是要涨价的股票呢 所以这里面大家这个因素不是特别了解 就是环保的治理的话 那么它有一个进展 就是下半年有对13个产业需要发那个环保证 因此很多原来张得乱得差的企业小关掉 那么归拢到一些集中的一些权德 就领先的一二线企业里面 行业整合 对 行业整合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产量减少 那么它的价格就提升了 所以目前的这下半年还在整合当中 所以他们的目前最好属于中报 所以这些涨价的企业里面 它有两块 一个是中报提前预计的 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 还有一个距离来结算 是不是业绩能增长多少 所以这块是一个长期 只是短线上来讲的话 就跟我们讲的这个指标 这个有些确实也涨多了 所以有的人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你继续涨的话 可能大家还在观望 毕竟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变盘预期的 另外一个 作为上证指数 我昨天曾经讲到了3280点 3280点你只要站上去 就表明你可以延续反弹 对前高 那么昨天收盘3281点 直接低开就破了这个3280点 所以这个3280点 那么目前上面3280点 下面3250点 那么这里面继续一个选择方向 我觉得这个股指的话 你如果仓位多的在趋势里面 只要这里不破你就继续做 你仓位少的 你看清楚了这里 再来做也可以 总体来说 整个趋势并没有变化 但是这个地方可能短线 有一个正当整理的过程 这个也是免不了 在一个向上的过程中间 肯定要有一个修化的过程 慢慢的足迹的向上提升 这是一个总体的方向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连线的环节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网络的投资大咖 网名叫天生孟子 请他来谈一下 他对近期市场的一个具体的看法 天生孟子你好 好 老袁好 大家好 最近的盘面的整体处于混沌期 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指数方面 今天固执了小幅的回落 可以看得出来在3305这个位置 有短期上限的压力 但是整个固执 它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上升的通道 那创意版 它是一个底部的一个反抽 现在说我们风格切换还为时过早 第二个是板块方面 今天是以白酒医药为首的消费的板块 表现比较强眼 但这正好也是反映整个资金 它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防守的姿态 我认为 现在整体的资金 在三个板块选择方向 第一个是资源股 比如说钢铁煤炭有色 第二个是雄安 第三个是创业版的技有蓝筹 相比雄安和创业版来说 它是一个底部的反抽 那资源股呢 它的多头趋势更加的明显 那有很多人跟我说 他说这个资源股已经见顶了 我认为不见得 虽说这个短期涨幅过大 筹码出现松动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认为上升通道不严顶 而对于雄安来说 因为本身九月底嘛 有一个整体规划的出台 我是继续的看好 方向呢 主要是在 第一个规划设计 第二个基建建材 第三个白洋店的治理 而对于创业版来说呢 我重点是关注 震金重仓的责任投资 这两个板块呢 后续还会有一个反复的活跃体现 好 所以呢 整体来说 我是在三个板块去选择方向 第一个是资源股 第二个是雄安 第三个是创业版的机油蓝筹 这三个板块呢 正好说是整个市场 赚钱效应非常高的板块 所以呢 我是建议各位投资者 坚守在主线板块折腾 行情不可能一蹴而就 控好仓位 多点耐心 好 老杨 非常感谢这位天生孟子 他对板块的界定非常明显 非常明确 周期类板块 周期类板块 雄安板块 以及创业版的蓝筹股 我们称之为创蓝筹 小康怎么看 对他提出的几个板块 我谈到个人观点吧 强周期类板块 我始终保持一直以来的 就是关注 已经保持大概三周了 那么我认为强周期类板块 这里很显然 就是这是一个提振 中振500指数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就像你以前在打保险和银行板块 把上阵50拉起来一样的 那么我认为现在很明显 上阵50刚才莫威华也说了 短期肯定是进入一个 日线级别的调整 在处在日线级别调整中 那么现在肯定是浪位于 现在的一些强周期板块 强周期板块呢 我跟莫威华的差别呢 我认为并不是只有这三个板块 我认为是五朵金花 三周之前我就说了 应该还要加上化工和造子 尤其化工里面实际上 它也是有一些西风行业的龙头的 就像刚才那个王吉峰说的 一旦就是我们环保政策加码以后 把一些就是小散乱的这些企业 剔除掉以后 他们实际上就是 他们以污染环境为代价 来这种竞争的企业 把他们剔除掉以后 实际上西风行业的龙头 他们肯定是获利非常大的 产品后续的产品会继续在三季度涨价 那么所以我认为 这五朵金花实际上我认为是 轮流表现 我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就是哪一个板块 一定要涨得特别厉害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还是关注就是下半年业绩 往大幅提升公司 实际上不管是涨价概念也好 包括就是今天表现的 你刚才说的 就是冲着八月份的那个 西派预期是白酒板块也好 实际上都是 冲紧的就是下半年业绩 就是今年2017年以来 实际上就仅仅慰绕着 这个业绩大幅提升 这一个应该说 这跟主线在运作 所以我认为今年下半年 如果它的股价目前还没有表现 如果下半年 它因为各种原因 如果能够业绩大幅提升了 这种公司 我认为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 那么第三点我提一下 就是我今天我还是关注到 我今天复盘以后呢 我关注到就是白酒板块指数 为什么我要提一下 白酒板块指数 因为白酒板块指数 它整个板块指数 就是明显的多头白裂 这是很少的 就是特裁所有的板块指数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对 它的板块指数 远远的把年线甩在下方 那么第二点呢 今天白酒板块指数 比如白酒板块出现了一个现象 我提起一下 实际上也不是今天 近期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在贵州茅台 它相对涨幅 就是放缓 贵州茅台虽然今天又藏了新高 放缓的情况下呢 在白酒板块的一些去星的白酒 它今天刷新了 就股价刷新了 就潜伏权 刷新了历史的最高价 所以我认为白酒板块当中 一些有望补涨的公司 我认为可能在 就是上升指数 横向调整的时候 我认为会在本周或者下周 我认为 这些公司 我认为会有股价 会有表现 那么第四点的话呢 我是关注就是下半年有望 就是万元式扩张的公司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认为就是实际上 大家觉得就是 可能就是万元式扩张 好像是一刀切了 我认为不是的 实际上从管理层 我自己分析下来 就是管理层对你这些跨行业的 你本来没有根本没有的 这些并购 相对来说 它的审核 就是还是比较慎重的 我认为不是说言 是比较慎重的 因为你到底有没有 这个经营这个行业的经验 比如说你在传统产业 打个比方你是钢铁 你一下子去做手游了 那么你有没有 包括对你一些 就是你并购的资产 溢价率很高的 但是我认为 因为这次我看了看 就是对海外并购的一些方案 但并没有提到生物医药行业 就是对 如果对我们现在 确实我们在这一块处于短板的 我们国家处于短板的 文化娱乐什么 他都提到 但是没有提到生物医药 所以我认为一些 如果下半年能够在 万元式并购 就是生物医药板块 因为生物医药 我认为 确实对人民的 就是身体健康是有利的 所以我认为 这些板块 如果这些公司 能够在下半年有望 万元式扩张公司 尤其股价 2015年 它的从历史最高价以来 跌幅非常巨大的公司 它如果 我是这样看的 如果你现在 假设万元式并 在下半年不能成型 它竞拼历史生长 它的股价也能支撑 现在的动态市盈的话 那么一旦万元式扩张成型的话 我认为 这可能报一个今晚晚 那我这是四点 那么短线来看 我认为参与强周期板块 一定要设好止盈和止损 那么白酒板块的 我对观点就是 对一些 就是涨幅落后的公司 尤其它的板 就是目前动态市盈率 还低于板块均值的 我认为 如果明后天有回调 可以去适当的参与一下 好的 维会跟我们讲一下 未来看好的板块的情况 好的 那么我主要是做短线的 我们之间短线 第一个就是强者很强 什么最强的就对什么做 那么刚才我讲的 那个龙头板块里面 煤炭和有色的 那么我们简单先看一个 煤炭的指数 煤炭指数进阶段 其实在相对一个高位 做一个横盘震荡 那么这个横盘 我们看它那个走势来看 前半段是一个回调回踩 后半段是止跌上攻 那么今天整个煤炭指数 早盘是上攻的 弹量上攻 上攻完之后 是一个缩量的回踩 下午又放量上攻 所以我觉得煤炭板块 现在是有效突破的 那么它和钢铁板块不一样 钢铁板块始终 拉上去了高高在上 它是经过一个横盘震荡以后 在一个平台上面 刚刚往上走 那么所以就说 煤炭板块 我觉得是有限可以考虑的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稀土泳磁 那么有色板块里面 简单一点 有色板块品种太多了 那我就选个稀土泳磁 稀土泳磁也走势相当强劲 稀土泳磁里面 基本有两个 一类是稀土 一类是泳磁品种 那么今天的泳磁品种 是全部大幅涨上来的 那么这波行情里面 泳磁品种是涨的是落后的 那么稀土板块 是涨到靠前面的 那么现在今天是稀土板块 相对的在上面停了一停 泳磁板块更上来了 那么我觉得这么一涨的话 上面的空间又打开来了 那么所以第二个板块 是稀土泳磁 那么这两个是 这波行情的龙头品种 煤炭跟稀土泳磁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军工航天 军工航天呢 不属于那个 现在的龙头品种 那进阶段呢 它的那个 进阶段 反复活跃过几次 那么资金的流入 我觉得那个体量也挺大的 而且整个军工航天板块 这波行情它没涨过 一直在下面 明显落后 明显落后 那么作为一个组合配合 那么我觉得这三个板块 作为一个组合 当然小关刚才说的白酒 我认为也不错 白酒里面有些 相对那个刚刚涨起来的品种 都不错的 包括熊安也都一样 补充一点 就是末日话说 军工航天板块 对这个板块呢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板块 实际上你一定要进一条细选 因为第一 这个板块当中的板块内的 上市公司加速很多的 第二点 是的 大多数加上市公司加速 实际上它的动态估值 还很大的 如果你要选择这个板块 第一个 冲着视线驱动 我不展开了 第二个 也一定要处则 就是你这个下半年 如果你这个集团公司 下面有优秀的 科学运作的资产注 这两块比较靠谱一点 对对对 那么从短线角度上来讲 因为军工板还是走得弱的 走得弱的话 我们去选股的话 就要选最强的 最强的 最近两周里面 什么品种走得最强的 涨停打出去 下来再涨停出去的 挑这种东西做 那么短线应该会有收益 还是抓龙头的概念 还是有收益的 那么假设 假设今天那个是 假设现在是2.3克 那么手上有笔资金空差 那怎么做 那就很简单 两层仓位 挑那个屏股航天进去 两层仓位 稀土 永迟都涨起来了 涨停了 稀土的龙头品种 你这个是 尾盘交易法 那么另外两层仓位 收盘的前面 对 15分钟 另外两层仓位 煤炭 但是煤炭呢 今天涨幅很高 都尾盘的时候 都已经涨到8% 9%了 那么索性就挑 煤炭板块里面 趴在下面没动 不是所有煤炭 都这么起来了 煤炭是要 煤炭是要 关注补涨的机会 假设今天 我收盘的时候 因为都涨停了 但是军工航天里面 是把握强势的品种 强势的品种 它所有煤涨的 肯定会补涨 进去 因为这是一个 行业复苏的一种迹象 对 那么弱势的品种 像小康说的 军工板块 人家选股 选股 弱势的 那么短线 我就挑你最强势 有些个股市 走得很强的最近 这两天没涨是跌的 荣王对两位嘉宾的 板块的看法 点评一下 好的 刚才两位嘉宾的板块 就包括刚才场外 这个嘉宾的话 其实三个人一讲的话 就把现在 主要的目标点 其实是几乎 全部盖过来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 这就是印象 我刚才前面讲的话 就关键是 你自己是目前 持有哪些股票 或者成本是不是好的 在趋势里面 你做就行了 无非就是 今天是他的涨 明天是他的涨 只要在这个趋势里面 就可以了 刚才沃维华 他还讲到一点 我觉得他特别 接客进行实战的 一个观点是什么的 就是他刚才行用到 军工的时候 他认为就找最强的 因为军工板块 目前没有整体 没有完全起来 没有起来的时候 你肯定是打最强的 就最强的 他要起来 肯定最强的会起来 然后才是第二线 第三线 所以刚开始 要起来之处 一定找最强的 然后他只到了煤炭的时候 他说煤炭已经涨高了 我就买低的 因为他是煤炭已经起来了 在起来的过程中 我没有买到好的价格 那怎么办呢 我做短线嘛 我可能我就买个 没有涨的 我今天扔进去 不一定涨得更多 但是我第二天 有差价做就可以了 其实目前盘面也是这样 目前盘面 我这里梳理了一下 比如说今天的话 虽然说是这个指数 这个不上不下 横盘增大 你刚才前面讲到 很多板块在上涨的 但实际上涨幅 超过5%的呢 只有不少 不多于130价 或者就130价 所以这个呢 占比太小太小了 还是跌多涨少 另外还有一个呢 对于涨价的因素里面呢 我觉得也要看 你比如说今天有一些 包括你刚才农夫产品啊 包括这个 甚至二胎啊 鸡蛋啊 鸡蛋是因为 是欧洲荷兰那个毒鸡蛋 然后这个事件 等等一些引发了 我们不展开 那么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板块 没有连续涨停板的 相对来说呢 可能持续性呢 就是不一定 不一定会很强 就是一个震荡盘升 所以目前的话 我觉得在震荡盘升 过程当中呢 不一定说 我抓到个涨停板 但是呢 它有阴线给阳线 让你买的机会 所以呢 如果这个时候 仓位少的 能买得到的 可能最好的 我们昨天曾经在讲 上证武林 如果反包 就可以做多的时候呢 曾经讲到了 最近银行跟保险在调整 我说你可以看 第一大类的另外两个 两个白 一个什么白酒 第二个什么白色家电 所以今天的话 白色家电和白酒 其实都在上 但相对来说 这两个板块又有区别 区别在呢 白色家电 MCD还是属于阴线 那几个龙龙的品种 还属于阴线的反抽 阳线还没 这个红组还没出来 所以它只是抵抗性的 而白酒呢 是属于MCD 在零轴之上的一个 红轴上 上行的 所以这里面呢 对 你这段你也不一定去追 等阴线下来 每次阴线下来 玩一把 阴线下来玩一把 王智峰应该说 观察非常仔细 其实包括就像当时 李电池的 龙一龙二的走势一样的 有点阴阳交错 因为这两种技术走势 实际上对各股的 就后续的推动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 非常感谢产内的嘉宾 跟我们分享了 非常精彩的观点 等一下回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请老王 在股市聊聊八的环节 跟我们继续讲解一下 波浪理论的实战运用 这个时间段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股市聊聊八 咱们一块来聊聊技术吧 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王智峰 请他给咱们带来 股市聊聊八 好了 大家好 我是王智峰 我们今天继续股市聊聊八 我们前两天呢 讲到了一些相关的 波段的技术 以及选择一个强势品种 那么在强势品种里面呢 我过去曾经有一句话 专注自选 反复波段 不断操作 叠加为行 那么叠加为行 在哪个地方叠加为行呢 在目标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要反复操作 持股和差价相并重 那么这里面 在技术理论上 有什么依据和战利呢 我们来看题版 在这个题版中 我们首先告诉大家 一个重要的一点 这句话 似乎大家都知道 三浪不会是五浪当中 最短的一浪 因此呢 一浪出来的时候 上期我们讲了 一浪出来的时候 一浪越大 三浪就越大 所以说呢 在这个三浪过程当中 是我们最饱满的一次 赚钱的机会 因此呢 一旦三浪确立的话 带量突破 需要再一次短线 重仓加入做多 是不是有三浪 你先不要管它 记住一定是先投入再确认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讲 这个它是不是三浪 等会确立三浪 好 确立三浪 已经在三浪三 三浪五了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 就吃一个鱼尾巴了 所以一开始冲进去 一定要记住 我这句话是 加入做多 先投入 再确认 然后在过程当中呢 如果一旦 这会儿不确认的时候呢 我们就坐着山上 让利润奔跑 当然回过头来 开始做多的时候呢 这个买点 伊朗还是采取一销四金叉的战术 所以这里面的话 一销四金叉 其实有很多的战术延伸法 以后我再细细给大家到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在这案例当中 我们把昨天的这一党的节目呢 也重复了 叫伊朗大 后面空间大 这个伊朗是非常大的 上涨幅度50%的 所以它下来了之后 再来展开三浪 那么很简单 既然这么大的浪行 这么大 第一个 首先你先保住1倍 所以呢 在这个拉伸过程 一倍达到了之后呢 直接放涨到两倍 这是基本的一个 大理论概念 因此在这个两浪过程当中 两倍的指教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走完的话 只要13天均线支撑 你一直可以在这里面 做插架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千万不要上车 套用昨天的那句话就是什么 牛股沉在账户中 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这种 最基本的技术 没有应用到实战当中 所以说 丧失了一个 赚大钱的机会 当然 当你赚得 盆满博满的时候 别忘了 有时候还会有延伸浪 下次 我再跟你讲延伸浪吧 好的 非常感谢的 我要给你们分享 非常精彩的 聊聊吧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下个小板块 微信连连看 好 又到了微信连连看的时间了 连续的调整之后 咱们观众朋友们 对于A股的未来走势 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来看一下 未来是我的说 坐稳 抓紧 上车 主板这轮开启的是超级行情 途中的回调 是调仓换股的好机会 荣1988说了 大盘顶背离严重 大幅调整 就在眼前 小心 再小心 亚瑟说 下一个机会 应该是在创业版 但其中的标的股 依旧是蓝筹白马级优股 看来那在主板横盘多日之后 大家对于市场当中的 机会和风险 还是有不同的见解的 那么您认为 短期市场将会如何发展呢 希望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看到您的观点 好了 以下把时间 交给杨敬龙 请他来揭晓 今天微信投票的结果 好的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在平台上 有个投票 题目是 当下您觉得哪个板块 更具有投资的价值 认为是周期的板块 占了27% 认为是雄安板块 占了19% 认为是军工板块 占了25% 大部分朋友 还是非常看好军工板块的 认为金融板块 占了10% 其他板块 占了19% 有朋友今天在平台上 给我们留言 有位朋友叫华建华 他说 最近武林只说 部分白马股有所走落 但潮起潮落 本身就是常态 热点板块的时高 时低 冷栏会主导市场的情绪 主流的趋势不会变 只是有序 只是有序轮动加快了 另外一位朋友叫薛成华 都是老朋友了 他说 今天周期板块再次来袭 其力度已经大大的减弱了 也就是说 该板块到了操作的尾声 所以再参与 再要参与的话 就一定要把握节奏了 有位朋友叫 希望再转角 他说 大盘小盘都没有上涨的动力了 控制风险 小参会参与 防范近期出现 大阴线的风险 非常感谢这几位朋友 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交流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在平台上 留下您的言论 留下您的观点 我们可以分享 给大家所有的朋友 您的观点 好的 接下来之后 我们仍然要在 明日抢先报的环节 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 今天小幅正当的过程中间 股指期货的空头阻力 它是如何看 今天的调整的 它继续加上打压 它还是说 它继续是了结离场呢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日调整之后 究竟会迎来强势上攻 还是再次下跌呢 我们来跟随杨敬龙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 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显示 均线是多头有序的排列 震荡上行的态势并没有改变 今天是一个缩量回调的态势 显示筹码还是比较稳定的 今天的量能比昨天 要缩小了180亿左右 短期重要支撑位 仍然是在周一的这个最低点 3243点 这个地方不能破 这个破了的话 对上阵指数来讲 也会构成一个短期的头部的形态 从指标的角度来讲 目前MACD的快慢线 已经完全粘合了 明天如果不出阳线 这个MACD会出现什么呢 会出现时差的迹象 所以明天阳线 每天必须要出阳线 才能避免出现指标的时差的现象 谁都不愿意出现指标的时差 这里也包括多筹阻力的想法 我们来看看上阵50的情况 上阵50目前是均线无序的排列 短线震荡整理的格局 因为这两天的回调之后 把五天线、十天线、二天线 都跑到上面去了 目前而前五天线、十天线 构成了一定的死亡交叉 所以明天必须要收养的 否则将形成短期的头部的迹象 就刚才我们详细跟大家介绍过 上阵50现在的形态不是那么好 如果这个地方破位的话 短期的一个头肩顶的形态就形成了 所以明天必须要收养 短期重要的支撑位就在周一的最低点 2613点 如果2613点一破的话 那么形态上面显然不太乐观 从估值期货的角度我们来看 持仓总数减少了255手 昨天也是减仓的 昨天上阵50是加的74手 今天加大力度减仓了 所以我们认为今天这个现象 说明空头主力获利了结的迹象 因为今天股指期货50是下跌的 所以震荡反弹的走势 逢低做多 在这个地方你如何知道 明天到底是破位 还是向上呢 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从股指期货的角度来讲 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们认为大概率的这个地方 股指期货因为是减仓 所以大概率的明天 50指数不太会破位 而是反升向上的动作 供大家参考 我们来看看300指数 300指数目前是均线 无序的排列 震荡整理的格局 缩量调整显示筹码比较稳定的 短期重要支撑位就在今天的3713点 今天这个十字星 下影线位置就是一个短期的重要支撑 股指期货显示 持仓总数减少了20手 昨天也减多少呢 减了7手 前天是减了297手 虽然减仓的力度并不大 但是呢 它的交易方向一直是获利了结的 空头阻力 没有阻击的迹象 所以我们认为短线也是一个 震荡上行的态势 持股待涨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版的情况 创业版目前的一个走势 是均线无序的排列 震荡整理的格局 今天缩量上涨 无法持续 如果继续上涨 必须要补量了 短期重要支撑位 在五日线1742点 我们看到中正500股指期货 是显示减差了489手 昨天是加了331手的 所以空头阻力 今天原则上是说 今天是认赔出局的 因为今天的中正500 是明显的出现了上涨 所以空头阻力是短线 愣配出局的迹象 震荡上行的走势 逢低做多 从明日抢销报给出的一个提示 我们觉得明天 大概率的是 行情在主板 上涨继续反弹 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供大家分享和参考 等一下回来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 有看透来的的板块 这个时间段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要请出 有看透的讲师 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为我们梳理一下 今天的论门板块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奥马 来参与有看透来的板块的 互动交流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小龙 好的 大家晚上好 我是土小龙 最近很多人的话 都说有涉煤炭类的 一些资源品种 要到了一个风险 非常大的一个地带了 但是事实证明的话 在今天很多品种的话 也是创出了这样的新高 那么这样的品种的话 到底什么样的位置 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呢 今天的话 我将会通过一张图 来告诉大家 来 请看到下一张PPT 那我会以焦炭 以及煤炭板块的走势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的话 我们看一下焦炭合约的时间点 它的高点 以及低点的一个时间 其实跟煤炭板块的高点 低点的一个时间的话 相差不了太多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这一张图 可以给到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当焦炭 以及小焦煤 这样的一些合约阻力的话 没有出现一个头部 以及单边下跌知识的话 煤炭板块 也将会继续保持 震荡攀升的一个格局 让我们当然的话 可以从中去继续挖掘这样的机会 大家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RV码 如果是这样的一些品种的话 出现了头部形态的话 我们会在互动交流平台里面 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在周一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有色类的品种 如何去寻找机会 其实在今天的盘面上 有色类的品种是继续的临涨 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从煤炭板块 在现阶段之下 如何去寻找更多的机会 我们先看一下 煤炭板块的一个走势结构 来 请看到下一张PPT 我们先看一下买卖频谱指标 首先的话 目前煤炭板块 还是处在于一个 红色的强势格局状态 那当然如果是当转绿 就是变成绿色状态的话 我们要当心这样的风险 但是目前还没有 当然成成一个震荡攀升格局 同时超级资金的一个 持续性进场的话 也是给到了 该板块震荡上行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在选择板块 以及想着个股的时候 到底现在应该遵循 哪一个逻辑呢 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在周一的时候 跟大家讲到过了 我们在现阶段之下 尽量的话去选择一些 还没有上涨 同时又摆出了上攻姿态的品种 来跟大家举个例子 来请看到下一张PPT 首先的话 这个品种就是 煤炭板块的一支个股 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近段时间 通过统计涨幅的话 这个品种的话 涨幅也仅8%左右 你要知道的话 这个煤炭板块的话 涨幅已经是远远超过10% 那在今天的话 其实这样的品种 也是出现了快速的一个上行 大家的话 可以掃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在现阶段之下 煤炭板块的话 还有什么样的品种 目前涨幅的话 没有超过板块指数 同时的话 他们在后阶段 也将会出现 进一步上攻的机会 那当然的话 在今天的话 也是要跟大家 再次分享一个其他 除了这样的品种 有上涨的机会的话 其实在期货市场 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来请看到下一张PPT 首先的话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在组织上的话 也跟大家讲到过了 橡胶类的品种 在最近也是出现了快速的上涨 但是的话 我在关注橡胶 这一个品种的时候 我只关注一个概念 龙头股 其实在这个品种的话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上涨 当然 最近超级资金的话 反倒是出现了强势的关注 我们可以直接 把这样的一个品种 龙头品种 关注起来 好的 今天的话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金龙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还是要跟小康讨论一下 这个阶段的交易策略 跟我们重点讲一下 我还是强调一下 就是我认为 如果在这个位置 继续参与强出期的板块的话 我认为 要严格的设好指云和直升点 这个指云直升点 可以设在五周线 我个人观点 可以设在五周线 然后第二点 就是我认为 白酒板块 跟刚才老王 我还想讲下去 白酒板块确实 和白色家电的技术指标不一样 尤其有些白色家电股票 实际上它的半年报出现了 就是股东互助的大幅增加 表明了筹码出现了分散 在筹码分散以后 实际上这些个股 如果要它后续再去上新高 我认为难度已经加大了 但是白酒板块的龙头 因为今天它还在上厂历史新高 当然我绝对不是推荐 刚才我因为我说了 因为必须你要拿一家公司来举例 绝对不是推荐贵州茅台 但是贵州茅台 确实它今天又刷新了历史新高 但我认为就是外面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有些资金它从有色 煤炭 它可能它觉得获利巨大 它退出来以后 它不愿意再介入强出器的话 我认为它会介入到白酒板块里面 有望补涨 对对对对 因为实际上很明显 近阶段有区域性的白酒 应该至少有两家 它也刷新了历史新高 而且经济的涨幅 明显的短期的涨幅 跑赢了贵州茅台 我认为这种板块内 就是我们关盘下来 这种板块内的 我认为属于比较良 对板块说 尤其板块指出技术指标好 都是处在比较良好的现象当中 好的 回会再跟我们讲讲 短线交易的一些技巧的问题 好的 那么刚才那个老王讲那个祖三浪 祖三浪讲得真太好了 因为我基本就按照 短线按照这么做了 金刚经有句话 一切圣贤以无为法有差别 短炒 一切短炒以祖三浪有差别 完短炒就找到祖三浪 找到祖三浪就是他干 把握祖三浪 这个阶段 其实没诀窍的 对 关键使你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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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使你能找到